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开发进度对不起它的收入 也对不起广大玩家的支持 正因如此 原神的内鬼才会那么受欢迎 游戏内容太过于枯燥 大家都希望有那么点盼头 近期 内鬼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突然曝光了原神1.5版本游戏内容 这波操作差点把米哈游直接气炸 别的先不说 原神1.5一共带来了三个大动作 第一 家园系统正式上线 原神1.5版本最重大的玩法就是家园系统的时装了 主角们终于不再是旅行者了 而是一个有家的人 作为一个角色培养型游戏 归属感是非常重要的体验 从目前汇总的信息来看 家园系统的入口是贫姥姥的茶壶 不能在开放世界里随意建造 家园支持自由DIY 通过兑换建造图纸的方式 获取相应的物资 伴随着家园系统的时装 服装系统也有希望上线 可以给角色换不同风格的衣服 第二 冰系大剑 物伤天花板 原神1.5版本将更新两名五星角色 信息比较详细的是 冰系大剑 主C 尤拉 主打物理伤害 天赋自带健康 是新一代物伤天花板 雷泽很快就要进下水道了 冰系打物伤 优势很大 尤拉可以搭配北斗 黄女 这两名强势 雷系脱手负C 雷泽只有七七 凯亚 双兵共鸣 加暴击 双雷共鸣 可以给元素球 尤拉一技能 自带健康 雷泽要靠四命或者队友打超导 尤拉的大招 据说有5000倍率的物伤 突然感觉胡桃的强度也就不怎么样了 第三 钟离再次加强 延系专属圣衣物 官方看来是铁了心要加强延系了 钟离已经经过了两轮增强之后 已经成为比肩温迪的存在 但是别忘了 温迪之所以有人权卡 除了独一无二的聚怪能力以外 四封道带来的40%的减抗才是核心 但是延系圣衣物的功能十分鸡肋 并没有完全契合的角色 在1.5版本中 钟离不仅开启了第二张传说任务 还量身定做了全新的一套圣衣物 两件套增加生命20% 四件套是战绩命中敌人时 全队攻击力提高20% 护盾强效提高30% 持续3秒 可叠加 不得不说 这套圣衣物完美契合钟离-C的定位 说实话 内鬼透露了这么多原神1.5版本新消息 对米忽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别的不说 光油拉的曝光就直接影响了1.4池子的流水 谁还抽公子啊 尽管原神号召内鬼们不要再曝光游戏内容了 但是很多玩家却保持着官网的态度 认为内鬼的存在是坚持玩游戏的动力 很多玩家在私底下留言 甚至还有人决定退坑 一名日本网友抱怨 游戏的涨早期实在是太久了 没有新的游戏内容 也不是一个开放世界 数值的资源非常稀缺 如果没有新角色消息 根本不知道怎么规划资源 言下之意就是肯定了内鬼存在的意义 但是我个人觉得 原神内鬼之所以这么猖獗 是因为官方的更新速度太慢了 而且资源卡的太死 我们期待看到内鬼的爆料 本质上是因为原神的游戏内容 已经无法满足玩家了 大家怎么看呢 就算是我有过错 打我两下骂我两句 我都不会灰心 谁知你总是不理我 让我摸不着头脑 丢魂失魄的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